大学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德 物有本末 事有忠实 知所先后 则尽道矣 大学的理想 是要彰显一个人光明的德行 是要他亲近爱护百姓 是要他到达完美的目标 知道目标何在 就会引发确定的志向 有了确定的志向 才可能保持平静的心情 保持平静的心情 才可能安于所处的环境 安于所处的环境 才可能进行周全的思虑 进行周全的思虑 才可能领悟目标的价值 外物的存在有根本部分 也有末节部分 事件的发生 有结束阶段 也有开始阶段 知道这一切的先后次序 就接近大学的理想了 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者 先至其国 欲至其国者 先其其家 欲其其家者 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 先成其意 欲成其意者 先至其之 至之再格物 古代的人 想要在天下彰显 他光明的德行 就需先治理自己的国家 想要治理自己的国家 就需先规范自己的家庭 想要规范自己的家庭 就需先修养自己的言行 想要修养自己的言行 就需先端正自己的心思 想要端正自己的心思 就需先真诚面对自己的意念 想要真诚面对自己的意念 就需先推就自己所知的善 推就自己所知的善 就是要辨别外物与我的关系 物格而后知智 知智而后一成 一成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旗 家旗而后国智 国智而后天下平 我与外物的关系变明之后 所知的善就明确了 所知的善明确之后 意念就可以真诚 意念真诚之后 心思就可以端正 心思端正之后 言行就可以修养 言行修养之后 家庭就可以规范 家庭规范之后 国家就可以治理 国家治理之后 天下就可以太平了 子天子以至于庶人 一世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末智者 否已 其左后者伯 而其左伯者后 未知有也 此为知本 此为知之智也 从天子直到平民百姓 同样都是以修养言行 作为人生的根本 一个人根本混乱 而末节走上轨道 那是不可能的 他对重要的部分不在乎 却对次要的部分很在乎 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这样叫做知道了根本 这样叫做 所知到达了顶点 所谓成其义者 无字欺也 如物恶秀 如号好色 此之位自窃 故君子必顺其独也 小人闲居为不善 无所不至 见君子而后焉然 眼其不善 而助其善 所谓真诚 面对自己的意念 就是只不要欺骗自己 就像讨厌难闻的味道 就像喜欢美丽的色彩 这样才可以说是 让自己满意了 因此君子一定要在自己独处时 特别谨慎 小人平日就做不善的事 没有什么坏事不做的 看到君子之后 才闪闪躲躲的样子 遮掩他所做的坏事 并且张扬他所做的善事 人之事即如见其肺肝燃 则何意义 此位成于中 行于外 故君子必顺其独也 曾子曰 时目所示 时手所指 其言忽 富润乌 德润身 心广体盘 故君子必成其意 别人看自己 就像看透自己的肺肝一样清楚 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处呢 这叫做心中的真正情况 会显示于外在的言行上 因此君子一定要在独处的时候特别谨慎 曾子说 十只眼在看着 十只手在指着 真是严厉呀 财富可以装潢屋子 德行可以滋润身体 心胸开阔 而体派舒适 因此君子一定要真诚面对自己的意念 诗云 沾笔其欲 绿竹依依 犹备君子 如切如搓 如拙如磨 色兮献兮 赫兮宣夕 犹备君子 终不可宣夕 诗 魏蜂 奇欲说 远望那奇水弯曲处 绿竹长得十分茂盛 这位文雅的君子 好像牛骨象牙 经过了切磋 好像美玉宝石 经过了琢磨 庄严呀 威武呀 显赫呀 坦荡呀 这位文雅的君子 毕竟不可望啊 如切如搓者 道学也 如拙如磨者 自修也 色兮献兮者 寻力也 赫兮宣息者 威夷也 由北君子 终不可宣夕者 道圣 得至善 明知 不能忘也 好像牛骨象牙 经过了切磋 这表示他 讲习学问 好像美玉宝石 经过了琢磨 这表示他 自行修炼 庄严呀 威武呀 这描写他 借替谨慎 显赫呀 坦荡呀 这描写他 怡荣可观 这位文雅的君子 毕竟不可望啊 说的是他 圣美的品德 与至高的善行 是百姓 是百姓无法忘记的 诗云 呜呼 前王不忘 君子 贤其贤 而轻其轻 小人乐其乐 而利其利 此以末世 不忘也 诗 周颂列文说 呼呼 对于先王 要念念不忘 君子尊敬 他所应该尊敬的人 并且亲爱 他所应该亲爱的人 小人享受 他所能有的快乐 并且获得 他所想要的利益 所以到了后代 还是念念不忘先王 康告曰 克明德 太甲曰 故事天之明明 地点曰 克明郡德 皆自明也 术康告说 能够彰显德行 术太甲说 要思虑详查天所给的明白旨意 书 摇点说 能够彰显伟大的德行 这些都是要自己去彰显的 汤之盘明曰 苟日心 日日心 又日心 康告曰 做心明 诗曰 周虽旧邦 其命为心 是苟君子 无所不用其己 商汤在盖洗盘上 刻着一句话 真要再一天自心 那就每天自心 再继续不断自心 书康告说 要鼓励大家成为自心之明 诗大雅文王说 周朝虽是旧的邦国 受天所命而展现新局 所以君子想尽一切办法 来达到这个目标 诗云 邦机千里 为名所指 诗云 绵蛮黄鸟 指于秋鱼 诗双宋寻鸟说 国都的千里辖区 是人民止息的所在 诗小雅 年蛮说 提升婉转的黄鸟 止息在秋林的一角 子曰 与指 知其所指 可以人而不如鸟呼 诗云 木木闻王 乌气息静止 为人君 止于人 为人臣 止于静 为人子 止于孝 为人父 止于慈 与国人 交 止于信 孔子说 在应该止息之处 知道自己要停下来 难道人可以比不上小鸟吗 诗大雅 文王说 端庄威严的文王啊 他光明的美德 使人们无不从尽 身为国君 要尽力做到施行人证 身为人臣 就要尽力尊敬君王 身为子女 就要尽力孝顺父母 身为父亲 就要尽力对子女慈爱 与他人交往 就要尽力做到诚实 子曰 听诵 无由人也 必也 使无诵乎 无情者 不得尽其词 大为明智 此为知本 孔子说 审判诉讼案件 我与别人差不多 如果一定要有所不同 我希望使诉讼案件 完全消失 让那些不肯说明实情的人 没办法捏造一大套虚妄的话 要严厉警惕百姓 不能有欺瞒的心思 这叫做知道根本 所谓修身 在正其心者 身有所奋志 则不得其正 有所恐惧 则不得其正 有所好要 则不得其正 有所忧患 则不得其正 心不在焉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实而不知其味 此为修身 在正其心 所谓修养言行 就是要端正 自己的心思 意思是说 自身陷于愤怒 就无法端正 陷于恐惧 就无法端正 陷于喜爱 就无法端正 陷于忧患 就无法端正 心思 心思若是不在 当下的处境 就会观看 却没有见到东西 聆听 却没有懂的意思 饮食 却不清楚 它的味道 这就是说 修养言行 就是要端正 自己的心思 所谓 所谓其其家 在修其身者 人知其所亲爱 而辟烟 知其所见物 而辟烟 知其所味敬 而辟烟 知其所哀惊 而辟烟 知其所傲惰 而辟烟 所谓规范 自己的家庭 就是要修养 自己的言行 意思是说 人们对于自己 亲近爱慕的人 表现就会有所偏颇 对于自己 鄙视讨厌的人 表现就会有所偏颇 对于自己 畏惧尊敬的人 表现就会有所偏颇 对于自己 同情怜悯的人 表现就会有所偏颇 对于自己 亲呼怠慢的人 表现就会有所偏颇 古好而知其恶 物而知其美者 天下显矣 古厌有之曰 人莫知其子之恶 莫知其苗之朔 此为生不休 不可以其其家 因此 喜欢一个人 同时也知道 他的缺点 厌恶一个人 同时也知道 他的优点 这在天下 能做到的人 是很少的 所以民间谚语说 人们不知道 自己子女的缺点 也不知道 自己庄稼的丰硕 这就是说 言行没有修养好 是没有办法规范 自己家庭的 所谓治国 必先齐齐家者 齐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 无知 故君子不出家 而成教于国 孝者 所以士君也 替者 所以士长也 死者 所以士众也 所谓治理自己的国家 必先规范自己的家庭 意思是说 自己的家人 没有好好教育 却能够教育别人 那是不会出现的事 所以君子不必离开家庭 就可以在国家 成就教化 孝顺父母的心意 即是侍奉君主的道理 尊敬兄长的心意 即是侍奉长辈的道理 照顾子女的心意 即是意识众人的道理 康告曰 如宝赤子 心诚求之 虽不重 不远矣 为有学养子 而后嫁者也 一家人 一国新人 一家让 一国新让 一人贪力 一国作乱 奇迹如此 书康告说 好像保护婴儿 那样对待百姓 内心真诚 想去了解百姓的愿望 即使没有完全切合 也距离不远了 没有女子 是学会养育子女之后 才出嫁的 负责治国的人 能使一家人行人 全国就会兴起行人之风 能使一家人礼浪 全国就会兴起礼让之风 他自己一人贪婪乖章 全国就会趋于混乱 其中的关联契机 即是如此 此为一言愤世 一人定国 遥顺率天下以人 而民从之 节奏率天下以报 而民从之 其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从 这就是说 一句话就把事情搞坏 一个人就让国家安定 遥顺以行人来领导天下人 百姓就追随他们行人 下节商咒以暴力作风 来领导天下人 百姓就追随他们 变得暴力 治国者所下的命令 如果违背自己 所爱好的行为 百姓是不会追随命令去做的 是故君子有诸己 而后求诸人 无诸己 而后非诸人 所藏乎生不树 而能遇诸人者 为之有也 古治国在齐齐家 因此之故 君子自己做到某种善事 然后才去要求别人 自己不做某种恶事 然后才去责怪别人 自己身上所做的 无法推挤及人 却能够让别人了解 该做什么 那是不曾有过的事 所以治理国家 即是要规范自己的家庭 诗云 桃之夭夭 其夜珍珍 知子于归 宜其家人 宜其家人 而后可以叫国人 诗云 宜兄宜弟 宜兄宜弟 而后可以叫国人 诗云 周南 桃妖说 桃树长得正美 之夜十分茂盛 这个女子出嫁 家人相处和睦 家人相处和睦 然后可以叫化国人 诗 小雅 了消说 做个好哥哥 做个好弟弟 做个好哥哥 做个好弟弟 然后可以叫化国人 诗云 其宜不特 正是四国 其为父子兄弟祖法 而后民法之也 此为治国 在其其家 诗 曹丰 诗 周说 他的威仪 没有差错 可以匡政 四方之国 他作为父亲 儿子 哥哥 弟弟的表现 都值得笑法 然后百姓 才会笑法他 这就是说 治理国家 即是要规范 自己的家庭 所谓平天下 在治其国者 尚老老 而民心笑 尚长长 而民心替 尚续孤 而民不备 是以君子 有邪举之道也 所谓平定天下 就是要治理 自己的国家 意思是说 尚未者 敬爱老人 百姓 就会 兴起 孝顺之风 尚未者 尊重 长辈 百姓 就会 兴起 敬长 之风 尚未者 救助 孤儿 百姓 就不会 有 背弃之心 因此 君子 把握了 横跺 言行 规矩 的方法 所物于上 无以始下 所物于下 无以世上 所物于前 无以先后 所物于后 无以从前 所物于右 无以交于左 所物于左 无以交于右 此之位 邪举之道 厌无上 位者 所做的 就不要 以此 使唤 属下 厌无属下 所做的 就不要 以此 侍奉 上位者 厌无 在前 者 所做的 就不要 以此 交代 在后 者 厌无 在后 者 所做的 就不要 以此 跟从 在前 者 厌无 右 边 的人 所 做的 就不要 以此 对待 左边 的人 厌无 左边 的人 所做的 就不要 以此 对待 右边 的人 这叫做 横跺 言行 规矩 的方法 诗云 乐子 君子 明知 父母 明知 所好 好 之 明知 所物 物 之 此字 为 明知 父母 诗 小雅 南山 有 台 说 快乐 国君 你是百姓的 父母 百姓喜欢的 你也要喜欢 百姓厌恶的 你也要厌恶 这样就称为 百姓的 父母 诗云 解笔南山 为石 炎炎 赫赫 诗影 明聚 耳瞻 有国者 不可以 不胜 辟 则为 天下 路 矣 诗 小雅 捷南山 说 那座南山 高峻 耸立 层层石块 堆积而成 太师影视 声威显赫 百姓都在 瞧着你看 拥有国家的人 不可 不谨慎 言行偏颇 就会被 天下人 所弃绝 诗云 因之未丧失 刻配上帝 疑坚于阴 俊命不义 道德重 则德国 施重 则施国 施国君子 先胜乎德 施大雅 文王说 殷商尚未丧失 民众时 能够配合上帝的 要求 应该借尽于 殷商的新王 直到保持 天命不容易 这是在说 得到民众支持 就拥有国家 失去民众支持 就失去国家 因此 君子首先要谨慎 以对的是德行 有德 此有人 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财 有财此有用 德者本也 财者莫也 外本内莫 争名失夺 事故财聚则名散 财散则名聚 事故 言贝而出者 亦贝而入 或贝而入者 亦贝而出 有德行 就有人民支持 有人民支持 就有土地 有土地 就有钱财 有钱财 就有资源 可用 德行是根本 钱财是末节 忽略 忽略根本 而重视末节 相争的百姓 就各失手段争夺 因此之故 钱财聚集起来 百姓就会离去 钱财分散出去 百姓就会聚集 因此之故 言论以违背道义的方式 说出去 也会以违背道义的方式 传进来 或物以违背道义的方式 得到 也会以违背道义的方式 失去 康告曰 唯命不愚常 道善则得之 不善则失之矣 楚书曰 楚国无以为保 为善以为保 旧贩曰曰 亡人无以为保 人亲以为保 书康告说 天命是不固定的 这是说 行善就得到 不行善就失去 楚书说 楚国没有什么是珍宝 只有行善才是珍宝 旧贩说 流亡的人 没有什么是珍宝 行人与爱人 才是珍宝 情事曰 若有一个尘 断断膝无他记 其心修修焉 其如有荣焉 人之有记 若己有之 人之厌圣 其心好之 不斥若自其口出 书 书情事说 假使有个大臣 心思真诚而专注 没有什么过人的本事 心态和善 而有容人的哑量 他看到别人有什么本事 就好像是自己 有那种本事一样 他看到别人的言论 显示了才华与智慧 就打从内心去喜欢 简直就像是 从自己口中 说出来的一样 实能容之 以能保我子孙 黎明上亦有利哉 人之有记 莫己已物之 人之厌圣 而为之必不通 实不能容 以不能保我子孙 黎明亦曰代哉 就靠这种 能够包容的德行 就可以保护 我的子孙 百姓也同样 得到了好处 而另外有个大臣 看到别人 有什么本事 就心生嫉妒 而讨厌他 听到别人的言论 显示了才华与智慧 就阻挠 使他无法 传到上位者耳中 就是这种 无法容人的心态 既不能保护 我的子孙 百姓也说 会危害国家啊 为人人放流之 禀诸四仪 不与同中国 此谓为人人 为能爱人 能误人 见贤而不能举 举而不能先 命也 见不善而不能退 退而不能远 过也 只有靠行人者 来流放这样的人 把他们驱逐到四方的蛮夷地区 不让他们居住在中国 这就是说 只有行人者能做到喜欢好人 能做到讨厌坏人 看到闲者而不能推举他 推举他而不能让他位居自己之前 那就是怠慢 看到不善者而不能处退他 处退他而不能让他疏远 那就是过失 好人之所悟 悟人之所好 是为服人之性 灾毙待夫身 喜欢别人所厌恶的 厌恶别人所喜欢的 就称之为违反人的本性 灾难一定会降到他的身上 是故君子有大道 必忠信以德之 交态以示之 因此之故 成为君子有根本的原则 一定是由忠诚信实 而成就君子之德 由骄傲放纵 而失去君子之德 生财有大道 生之者重 食之者寡 为之者急 用之者疏 则财衡足矣 人者以财发身 不人者以身发财 为有上好人 而下不好义者也 为有好义 其事不忠者也 为有俯库财 非其财者也 累积 钱财有根本的原则 生产的人多 而吃饭的人少 工作的人勤快 而花费的人迟缓 那钱财总是够用的 行人的人 行人的人用钱财 来发扬自身的价值 不行人的人 用自身的力量 来赚取钱财 上位者喜欢行人 而属下不喜欢行义 那是不曾有过的事 喜欢行义 而不把事情办妥善 也是不曾有过的事 如此 仓库里的钱财 不是正当的钱财 同样是不曾有过的事 梦献子曰 须马圣 不查于鸡屯 拔兵之家 不须牛羊 百圣之家 不须巨恋之臣 与其有巨恋之臣 宁有道臣 此为国不以利为利 以义为利也 梦献子说 出任大夫的人 不会计较有多少鸡与小猪 亲大夫 不会续养牛羊来赚钱 有彩帝的公亲 不会续养搜刮百姓财产 的加成 与其有搜刮百姓财产的加成 宁可有窃取公亲财物的加成 这就叫做 国家不以利润为利益 而以行义为利益 长国家 而物财用者 必自小人以 彼为善之 小人之始为国家 灾害病治 虽有善者 亦无如之何以 此为国不以利为利 以义为利也 治理国家 而治理于剧链财货的 一定是从小人开始 小人擅长做这种事 让小人治理国家的事物 灾难祸害将会一起来到 这时即使有好人 也无可奈何了 这就叫做 国家不以利润为利益 而以行义为利益 这就叫做